满大街的小妖精,我为什么做肥婆,这是跟我减肥打卡粉丝的留言 相当的有气势,加油!跟我减肥打卡的粉丝朋友们 既然我们知道了这么好的减肥方法,就一定要坚持 坚持就是胜利,我虽然是1米5的身高,102斤的体重,不是小妖精 但是我也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从140斤减到98斤 我是自豪的,我曾经说过,减肥是我一生的事业 我在4年以前就成为了一个事业有成的人 下一位事业有成的人就是你 今天是我们碳循环减肥打卡的第二天,昨天是无碳日,今天是低碳日 无碳日的饮食有的朋友会掉称2斤多,甚至有的会掉称3斤多 为了低碳日持续的掉称,我们的饮食还是有小技巧的 主食要吃一些粗些微、高饱腹、低碳水的食物 大家评一评,每当节假日,我们大吃二合之后 有时候会便秘的,那是因为吃多了,堵车了 所以今天的蔬菜我们尽量选择一些润肠通便的 视频的后面就是我们今天三餐的打卡 朋友们一定要把调称成绩打在评论区里 给自己加油打气,甜心妈随时欢迎朋友们加入我的减肥大军 碳循环是三天一循环,随时可以加入的 低碳日的早餐呢,我们吃燕麦麸腐皮 腐皮的碳水含量相对要低一些 饱腹感呢也强 蛋白质和膳死纤维含量还高 低碳日液体蛋白的选择呢,我们要选择豆浆 一袋豆浆的热量大约是70大卡 一盒纯牛奶的热量大约是170大卡 所以呢,我们选择豆浆粉 豆浆粉一定要用85度的水 一点疙瘩都没有的 燕麦豆浆粥很好喝的 100克的英炒 固体蛋白呢,我们再吃一袋水浴丸 吃鸡蛋也是可以的 都是蛋白质的补充 有主食,有蛋白质,有维生素 我们午餐见,朋友们 我们中午准备的食材呢 有虾,韭菜,黑木耳和胡萝卜 胡萝卜是主食 两天的午餐都用到了黑木耳 因为大餐之后 很多朋友吃了过多油腻的食物 容易堵车 吃黑木耳是最好的了 锅里倒入少许的食用油 先把胡萝卜炒熟 木耳 倒下少许的盐 白胡椒 蚝油提咸 鸡菜 很好吃的 我们低碳日的午餐还是有三分之一根玉米的 胡萝卜呢也是主食 有主食,有蛋白质,有维生素,合格 晚餐呢是一个鹅干 150克的西红柿 蛋白质和维生素的最佳组合 明天见朋友们 期待大家都调大秤